這個要先回歸到 萬安委員 他先提起他的姓氏 所以今天才有這些討論 那剛剛聽到黃大哥 關於蔣總統過去的歷史 還有他的婚姻 他的家庭 種種的敘述 對於1990年出生的 我是非常的模糊 那也覺得非常訝異 1990年出生 怎麼會有現在2022年的選舉 還是台北市的首都選舉 我們討論的是他的背景 他的出生 他的血統 他的阿公 代表什麼名字 這是有正常的民主社會嗎 我們是覺得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吧 2022年萬安委員 現在在所有的民調當中 不管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有董事長的 還是吳董事長的 美里島電子報的民調 他都一直獨秀 但是我認為 真的不能太早去下定論 最主要的原因是 綠營的人選還沒有確認 綠營人選一確認下來 當然整個綠營的士氣 才會大幅上升 那首都市長確定之後 大家才有辦法 去做不管是動員 配合 甚至是基層的 大家活動組織才有辦法去做合作 那我想現在不管是 呼聲最高的陳時中部長 還有陳建仁前副總統 林佳龍前部長 還有林志堅委員 林志堅市長 大家都其實各有本事 各有本事 而且大家都非 我想跟蔣萬安相行之下 絕對都是比較出色的候選人 因為選舉是一個相較 是一個比較值 候選人確定之後 去跟蔣萬安去做一個對比 才有辦法看出候選人跟候選人之間的特色 那你說藍白合作 我覺得現在真的講太早 因為大家認為 有藍出來之後會搶到 白出來會搶到藍的票 所以希望藍白合作能夠拿年輕選票 我真的要提醒所有希望參政的 尤其是年輕人 蔣萬安43歲 1978年出生 縱觀所有候選人裡面 他是年紀最輕 但是為什麼在39歲以下的支持度 我們剛剛看到小君姐的分析 支持度是最低 為什麼 儘管他在Instagram 在Facebook 在Line Ad 在所有社群媒體上面 非常努力的去經營 而且我們還知道 他先前才 又生了一個小朋友 非常可愛的男生 那也出來曬小朋友 希望能夠得到年輕的 這個年輕的parents的這種支持 但是為什麼他在 年輕人的支持度還是很低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是價值的選擇 他出來講說 我姓蔣 請問姓蔣對我1990年 我對蔣經國完全只有一個印象 我的母親在美意島事件的時候 被他判刑了四年 之後去坐牢了 我對蔣經國唯一的印象就是 我是政治受難者的第二代 你讓我的家裡成為這樣 時代下的悲劇 所以我想 在那個年代非常多 不管是本省外省族群的對立 藍綠的對立 當時是黨外 還沒有藍綠 在1986年以前 民進黨還沒有成立 當時的黨外時期 多少人是希望能夠參與政治 但是卻被禁聲 因為當時的社會氣氛 不允許也不支持 甚至是很多的基層的公務人員 他們會偷偷跑 我還記得我阿嬤告訴我說 之前在1985年的時候 他在中正路跟三明路那邊 開了一間麵包店 那時候許榮署委員 在第一次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阿嬤開麵包店 開宣傳車到一道宣傳 公民黨的黨代表來說 這是怎樣 為什麼這個時代 你一個女兒出來 跟黨外人士來宣傳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想那個年代 很多人是希望能夠投入民主 參與政治 甚至是對社會做出改變 但是因為蔣經國先生 當時在戒嚴時期 在90年以前 1988年以前 大家沒有那樣的熱情 甚至有熱情是會被抹滅的 所以我想蔣萬安先生這次出來 參選台北市長 參選首都的市長 在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 無為危機 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甚至美國拜登總統都說 這是二戰以後 最嚴重的侵略危機 你對這些事情 一點表態都沒有 出來說你信講 我真的不知道 年輕人要支持你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現在認為自己 民調一支毒秀 最高 不管是三卡都 還是藍綠對決 我蔣萬安都有辦法勝選 那我想在這種態勢 選下去 絕對對蔣萬安是不利的 那我覺得最後一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年輕人在對萬安委員 講到他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顏值很高 血精力很好 但是對他沒有第三種 肯定的方式 不管他在立法院 剛剛市維大哥有講說 他從15年 14年那一次的選舉到現在 大家對他的表現 其實是很模糊 對他的印象就是 常常會在社群媒體上面 不管是運動 吃好吃的 還有對公共議題上面的表現 大家認為說 看到的都是很模糊 對他的印象就是 可能形象很好 樣子很好 但是沒有任何 讓大家覺得很prominent 很形象鮮明的 這樣的首都市長 候選人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照這個態勢選下去 民進黨的候選人 只要抵定之後 不管是林佳龍前部長 陳時中部長 抵定之後 全黨下去選民進黨 絕對我認為是非常有空間 好 剛剛虞榮這方話是令人動容 因為他有一個了不起的媽媽 就是前台中市長張溫英 就是我們認識張溫英 了不起 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路走來 在民主政治裡頭 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跟挫敗 那為什麼 基於一份的熱忱 而現在看看 同樣是從政 你們的心態 你們的起心動念 又是什麼 為什麼 你就靠你自己的本事 為什麼 一定要信誰 要信蔣 然後一定要去屬於權貴 這樣子真的就比較有票嗎